自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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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因為對這個地方沒有很了解 所以我們沒有坐計程車 它總共花了那九百多 自己都嚇一大跳 覺得價格有點高 然後自己有摩托車就想說 那就是如果有時間 或是要討論案情 我就騎摩托車過來看 當初來看那個路 也許比我一個人 大概寬一點點的距離而已 你過的時候都要很注意 不然就是有骨灰撞到旁邊 所以基本上也是要側身接過 以前富剛巴斯都可以直接卡到門口 現在也是車子進不來 我人也出不去 而且根本就完全沒辦法 很不舒服 其實在幫助他了解他的狀況 也覺得他真的蠻辛苦的 因為畢竟大家都是陪政堂往外走 那他因為這樣子他被困在那個板子 那我過去的時候他已經大概 畢竟好像兩個禮拜都沒有離開那個群 我就想說請律師來幫忙 但是我又沒有簽 我現在中工 我就打電話給我女兒 她去申請法婦 然後後來法婦就來了一個女律師 因為他們要通勤的那塊道路 畢竟是私人徒弟 他們想詢問就是說 那像這樣私人徒弟 他們有沒有通勤缺陷 所以我們就幫他申請定陣狀態處理 當然就是跟法院申請說 就是他現在因為在裡面 他都沒有辦法出去 可能生活上會有困難 就醫上也是都沒有辦法回診 因為他是身心障礙者 然後定期回診 法院准許以後 那就把那個圍籬先拆掉 那他現在就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快速 那大概有三四公尺 也就是公車子 還可以公路康巴士也可以去 很感謝李律師跟法夫的幫忙 有種的感謝 可以出去看醫生 可以出去復健 然後可以出去吃東西 完全不一樣的生活